乾冰是什麼呢? 我們有時候買雪糕會溶的東西 Selsy姐姐或哥哥都會放些乾冰在袋子裡 凍著讓雪糕不會溶 在你拿到回家之前 乾冰其實是什麼呢? 沒錯,乾冰其實就是固體的Carbon Dioxide 在空氣裡面也會有微量的Carbon Dioxide 除了空氣之外 比較常會接觸來看到的就是二氧化碳的滅火筒 裡面也是Carbon Dioxide 就像水一樣,雪到0度會變成冰 二氧化碳在-78.5度就會變成乾冰 有趣的是 在地面正常的壓力下 二氧化碳是幾多度都不會有液體的狀態 我們重溫一下物質的狀態 大家都應該知道 物質最基本是有三個State Solid 固體 Liquid 液體 和Gas 氣體 我們用水來做一個例子 常溫一下的水就是Liquid 當我們雪了在雪櫃低於0度 它就會Freezing 凝固變成冰 即是水的Solid狀態 相反 把冰拿出來放在這裡的時候 它就會Melting 溶化回到水 煲飯 煲水不是煲飯 煲水的時候到達100度 就會Balling 由水變成水蒸氣 在普通情況下 其實水都會慢慢Evaporate 蒸發成為水蒸氣 雖然我把雲露出來了 但要留意 雲露不是完全100%是Water vapor 它是混合 最後水蒸氣可以Condense 凝結成水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物質狀態 和他們變態的Flow 但有兩樣東西很多人都不知道 第一樣這個是題外話 和光兵就無關 只是說多樣東西給你知道 其實Physical state不止三種 還有一種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即使是讀到science 讀到中六畢業的人都未必知道 就算他知道 也不知道其實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Plasma 電漿 它是由Gats 經過Ionization 電力變成的 這個State的例子 其實大家在夏天都會經常遇到 就是閃電的時候 雲放電產生的高能量 會將部分的空氣 Ionize 做Plasma 我們看到的閃電的光 其實就是高能量的Plasma 發出來的光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 而最後我想說的 就是第二樣大家對於State of Matter 未必知道的事 就是Gats和Solid的State change 不一定會涉及Liquid Solid直接變成Gats的過程 我們叫做Sublimation 中文是昇華 這個Process Solid會直接轉變為Gats 中間不會先溶化做Liquid 而相反的Process 就會叫做Deposition 以水來說 在0.006個ATM大氣壓力或以下 就可以做到Sublimation和Deposition 那ATM大氣壓力是甚麼呢 其實在地面上 我們Pressure的氣壓 大約是一個大氣壓力 0.006個ATM大氣壓力 就是要減壓大約170倍 才會做到這個效果 那CarbonDioxide呢 CarbonDioxide在一個ATM的Pressure下 其實就已經做到Sublimation和Deposition 即是在常壓下 Liquid CarbonDioxide是不會存在的 當低於78.5度 零下78.5度 CarbonDioxide就會以固體存在 高於這個溫度就會變成氣體 所以乾冰相對冰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它會直接Sublimation做Gaseous CarbonDioxide飛走 而不會變成Liquid 煮濕一點東西 但也要注意 乾冰的溫度是低於0.78度 所以直接接觸會凍傷 所以處理乾冰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那這次就說到這裡 Bye